大家好,欢迎收听生奇异普通话频道 都知道,大陆的经济十分恶劣 至于恶劣到了什么程度 我们会经常跟大家更新 说到经济不好 请问一下,大家会联想到什么? 很多时候,会出现两个字 就是跑路 都知道,做生意有高有低 但是现在大陆的环境基本上看不到什么希望 所以就有很多人会想到跑路 最近东莞有一家公司 旗下有八十多家汽车专卖店 但是突然在一夜之间全部倒闭 这件事非常严重 因为他们卖的车很多 比如宝马 奔驰 奥迪 大众等品牌 有员工表示 门店在星期二还正常营业 但是到了星期三就人去楼空 公司没有开门 银行收到消息之后马上派人去拖车 把车拖走之后用来抵账 原来他们拖欠了员工的工资已经半年 也有买家指出 买车之后一直被拖延交车 一直都没法拿到车 这一回血本无归了 当地的政府和市场监管机构说要去查这件事 设施的公司叫做广东永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他们代理的汽车品牌包括奥迪 宝马 奔驰 大众 路虎 捷豹 沃尔沃等等 公开信息显示 这家设施的公司在东莞市南城区目前处于存续的状态 有很多网民爆料 说这家公司旗下有80多家汽车品牌的专卖店 但是突然在一夜之间全部倒闭 不管是展览厅还是车库 都在一夜之间变得空空荡荡 其中一名员工表示 这家公司有破产清算的风险 现在南城店有28辆车还没有交货 就是收了钱还没有给人 还有35辆车没有购买购置税等等 员工也等着发薪水 原来他们的老板已经拖欠了半年薪水 有一名前员工表示 自己曾经在这家广东永澳集团旗下的门店工作 因为公司拖欠薪水 所以在去年7月已经辞职 但是一直到现在还没结清 他一直在联系公司 但是一直没有任何答复 当然 除了员工没有出薪水之外 也有买家表示 因为现在店铺倒闭了 自己拿不到车 有人在东莞堂下的分店买了吉利的汽车 但是一直都拖着没交货 已经催促了三次 已经延迟了几次 还是不交货 所有人人都说惨了 没工资发 当然你猜他会不会交租 不会 拖欠银行的钱会不会给 不会 而拖欠汽车供应商的钱当然是没有了 大陆媒体上游新闻打电话给这家公司 接听的是维修服务热线的一名员工 他说现在目前仍然在工作中 一直在讨薪 公司已经拖欠他们的薪水半年了 网络中所说的永不倒闭80家门店是真的 店铺里面的车全都没有了 因为银行收到消息 第一时间就跑来拖东西 能拖多少拖多少 事事所在的廖布镇政府回应 市政府层面已经着手处理了 至于网上提到的多家门店 到底是倒闭还是其他情况 需要具体安排巡查才知道 现在正在了解中 东莞市市场监管管理局 廖布芬局表示 接到了多名消费者的投诉 都是反映这个问题 主要是集中在汽车还没有上牌 有些是付了钱 但是还没有拿车 目前市场监管部门已经介入调查 具体涉及多少家店铺 到现在还是没有准确数字 政府也回应 辖区永澳集团旗下的汽车门店有10家 目前10家都已经没有正常营业 政府正在调查这件事 欢迎听众们 今天我们将深入了解在线安全的世界 聚焦一款备受主目的 VPN Surfshark 在众多VPN中 Surfshark以起超值功能和良好口碑脱颖而出 但真正的问题是 它究竟能提供多少保护呢 现在让我们谈谈功能 Surfshark迎合VPN新手和老手 具有异于导航的界面 它涵盖了所有基础功能 同时保持高速连接 突出的功能是什么 Surfshark允许您在一个账户下连接无限数量的设备 不需要多个订阅 这是一个适合家庭的VPN解决方案 安全至关重要 Surfshark采用256位加密 几乎无法破解 而且最重要的是 严格的无日之政策 确保您的数据始终属于您自己 关于速度是否有疑问 即使在远程服务器上 Surfshark仍然保持稳定的连接 仅有5%的速度下降 它是您快速下载 无缝游戏和无缓冲流媒体的保证 准备好安全的冲浪了吗 在视频描述中查看 特别折扣连接 其实不只是如此 最近有一连串的店铺和企业 都出现了跑路潮 为什么 因为这三年的疫情 使得很多公司撑不下去 很多都磨顶了 磨顶的话就有两个做法 要么是自己破产 要么就让别人破产 自己卷款跑路 而在大陆会有大量的卷款跑路的情况 正所谓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 在中国 越是出现危急的情况 就会有越多趁火打劫的事情发生 大家知不知道 在抗日战争时期 死的最多的人未必是死在日军手上 而是被中国人打劫 因为当时有很多地方一听说日军来了 很多人就跑了 但是他们在逃亡的过程中 不是遇到日军 而是遇到由中国人组成的劫匪 专门去打劫那些逃难的人 而死在这种劫匪山贼手上的人 未必少得过日军 因为他们的手段很残忍 他们为了抢你的钱财 不惜以杀人作为手段 所以中国人当时除了被日军杀死之外 还有被这些土匪山贼杀死 当年日军攻进香港 占领了香港三年零八个月 当时有大量的香港黑帮 就趁机发国难财 专门去打劫一些普通人 或者是有钱人 他们会分发一些三角形旗子 交了保护费人不可以抢 没有交保护费的就可以抢 这样算不算道义有道 我不敢说 但是起码能告诉能大家 这就是香港的写照 在当年也是一样 专门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这就叫做底层互害 当一个地方面临大灾难的时候 就会有人囤积居旗 例如食品 生活必需品 救命用品等等 全部都被囤了起来 然后坐地起架 当然不只是坐地起架 还有人出来发国难财 出来抢劫 其中一个发国难财的就是中共 趁着日本人打过来 他们第一时间做的事不是抗日 而是对付国民党 甚至将国民党的军事部署 通报给日军 让日军帮他们消灭国民党 为什么中共在最终可以夺取政权 就是因为八年抗战已经把蒋介石的兵力消耗得差不多了 而且蒋介石手下的官兵也不想打仗 结果就造就了中共窃国成功 现在大陆的经济状况 我可以告诉大家 现在还留下来的店铺 其实我估计会有一半是希望跑路 或者是想着可不可以透过做一些事情 以方便他们将来跑路 为什么我会这样分析 原因就是现在大家都看不到任何希望 现在年年亏损 房租拖 员工的薪水也拖 什么都没有 就知道拖着 希望可以让手上有更多的钱 例如去设一批货回来 然后回头就以建价卖出 之后卷款跑路 做批发的也好 生意零售的也好 很多人都想找这个机会 做贸易当然更是这样 所以现在在大陆做生意有很大的风险 被人赦账 被人脱账 甚至是被人卷款的机会大的不能再大 这是不是中国人的民族性 就是趁火打劫 或者是成人之威 其实在很多时候说出来 大家觉得这是不是在辱华 在诋毁中国人 当然不是 因为这种情况在外国真的是很少 每逢地震的时候跑出来发国难财 或者是抢劫之类的人在大陆有很多 但是日本不会有 那美国有没有 在美国也基本上看不到有人会趁火打劫 只有中国人才会趁火打劫 趁天灾打劫 成人之威 所以我一直都在警告那些在内地做生意的朋友 甚至接下来在香港也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是杀鸡取卵 本来一家公司好端端的 生意还不错 但是有可能突如其来要面对一些很大的压力 或者是生意一直没有起色 他们就有可能会选择铤而走险 把握最后机会 拿完最后一笔钱 骗了一笔钱之后就跑路 这种情况绝对有机会发生 所以对任何预知消费 要先付钱 充值等等 奉劝大家要小心为上 因为生意越来越难做 走歪路的人就会越来越多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 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 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 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 帮我们欣赏广告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 与我们互动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